身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 臺灣有權力力足世界 走向世界 兩千三百萬人的臺灣人民 和其他國家所有的人民一樣 有權利享有平等 自由 以及獨立主權和尊嚴 這是我們的立場 也是普世的功力 就在剛才我們終止了跟薩爾瓦多的邦交 好 我們掌握這個訊息已經有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 我們竭盡所能 做了很多外交努力 也和國際盟友一起努力 希望能避免薩爾瓦多成為兩岸外交戰的戰場 很遺憾的是 中國政府並沒有任何退讓的意思 因此再三施壓 企圖以薩爾瓦多的斷交 來打壓臺灣人民走向世界的意志 斷交並不是單一的事件 這些都是中國一連串文攻武嚇的一環 包括軍機繞臺 要求國際航空公司改名 以及取消台中市東亞幸運舉辦資格 還有最近的85度C的事件 中國的打壓從來沒有改變過 而且無孔不入 現在的中國 不只是兩岸和平的威脅 中國現在在世界各地所做的 不論是干涉各國內部的事務 破壞國際市場的秩序 已經造成全球局勢高度的不穩定 我們要再一次提醒國際社會 這不只是臺灣的事 情勢的迫切已經不容許我們有任何一點姑息 擺在眼前的事實是 現在的兩岸關係已經不只是兩岸之間的問題 它也是區域問題的一環 中國對亞洲地區的企圖心 尤其是去挑戰 甚至於取代傳統力量所主導的國際秩序 再加上日趨複雜的貿易衝突 中國正以加深對臺灣的壓力 凸顯它在區域當中的影響力和實力 中國對於臺灣主權進逼的力道 已經非往昔可比 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中國的要求以及所作所為 都已經超過臺灣各主要政黨的底線 此時此刻 不是我們相互比較兩岸政策的時候 而是要團結一致 合力守住主權的共同底線 以中華民國臺灣之名的外交關係被破壞 就是挑戰我們共同的底線 壓迫我們的邦交國 以跟中華民國臺灣斷交為建交的前提 就是對我國主權的侵犯 中華民國臺灣是現狀 是現階段最大的工業術 也是臺灣人民團結的基礎 只有團結才能向中國發出清楚的訊息 讓他們不會誤判臺灣人民的底線 更不會心存僥倖 以為在不同的政黨 不同的政治人物之間 可以有挑撥分化的空間 過去兩年來 臺灣人民向世界證明 臺灣人不曾因為威脅 就放棄自由民主 就放棄貢獻國際社會的決心 未來 我們仍會訴諸 理念相同的國家 共同對抗中國逐漸失控的國際行為 我們也欲請邦交國珍惜 和中華民國臺灣長久的友誼 以及我們對有關實質發展的貢獻 我要再一次強調 越是打壓 越要團結 越是打壓 越要走出去 昨天晚上在機場跟大家說 臺灣不會因為壓力而屈服 我們會更團結 更堅強 讓臺灣走出去的決心更堅定 面對打壓 我們過去不曾低頭 現在我們也因為團結一致 而將克服重重的難關 謝謝 謝謝大家